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如何成为一位能自律又有青春感的欧巴尚 日本媒体今日公布了十项正宗欧巴尚的指标和如何告别欧巴尚气质的五个法则 有些女人虽然只有30岁40岁 却有人已经飘出了欧巴尚大妈幸福感的味道 也有人年纪50岁却始终拥有青春美少女般的气质 这当中到底差别在哪呢 根据日本网站日前公布了一项欧巴尚危险度检查表 分析出了十项指标 怎样的行为或习惯会让人感觉散发出欧巴尚的气质呢 以下是十项指标 若符合超过了五项 可能就表示你是欧巴尚高危险群的成员哦 今天我们就幽默一下 听一听以下列出的十项欧巴尚气味指标中 听众朋友们和我中了哪几项指标 第一个是皮夹总是鼓鼓的塞满杂物 第二个是越来越少买衣服 第三个是走在路上经常撞到人 第四个是看镜子的时间少了 第五个是不再对别人撒娇 第六个是工作上的抱怨越来越多 第七个是对于恋爱的故事不再感到心动 第八个是会一边拍手一边大笑 第九个是动不动就喜欢碰触别人 第十个是会给别人口香糖或者是糖果 不重视礼仪和他人感受 不爱买衣服 皮夹里总是放着各种杂物 发型总是一成不变 不再留心打理外表 或是不在意流行时尚 可能也就是欧巴尚的开始 约会的时候从包包里拿出皮夹 里面却塞满了各种的收据和零钱 会不经意给人一种邋遢 以及没有好好打理自己生活的感觉 此外像是在公共场合 不自觉的放大音量 手势或动作过大 在公车或者是捷运里找座位 找到位置马上就一屁股坐下 像这样不顾虑其他人感受的行为 也会给人粗鲁不优雅的印象 凡事不忘谦虚礼浪 不只展现好教养 也是保持年轻的要觉所在 经常看着镜子 有意识地关照自己 就能避免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老化 因为看着镜子才能发现自己 啊这里好像有班了 睡前多保养一下 最近脸色看起来有点疲惫 让自己知道晚上早点休息吧 要懂得拿捏适当的社交距离 别人以独你的赖 不回时 不要过度担心 亲切而擅长照顾人 获取是一种具有母性特质的魅力 但如果程度太超过 可能就会被觉得烦人 或是爱管闲事 为了朝乐现场 气愤而拍手大笑 喜欢突然拉着别人的肩膀说话 可能都会让人感觉到困扰 地口香糖或者是糖果 给坐在隔壁的人 可能会被对方误解为是 是不是觉得我嘴巴很臭啊 为了想拉近距离 突然问还不太熟的对象 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 或是过多肢体的接触 也可能会让对方觉得 唐突不舒服 另外像是在社群软体上 总是拉拉杂杂地聊着太多 无关紧要的闲话 对方若以毒不回就生气 不依靠着某人就会感到不安 其实是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的表现 在做出行动之前 多考虑一下 如果对象换成自己 会不会不舒服 这才不会给对方带来压力 负面思考 爱抱怨 也会让人觉得显老 经常抱怨感情和工作都不顺利 我最近都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怎么看了恋爱故事 也无法觉得感动 如果经常有这样想法的人 可能有着负面思考的倾向 总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 或是努力也没有用 遇到事情总是预设自己不行 长久下来 或许就会错失潜在的机会 让自己的气场与运势都变差 不要总是纠结在过去的失败或是缺点 而是要记得该反省或修正的地方 不重复一样的错误 时时以新的心情迎接新的挑战 或许你们就有新的收获 或是有好事发生的可能 靠别欧巴桑气质的秘诀 其实无关年龄 那么能够让人实时保持身心青春感的 五个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总是面带微笑 第二个是随时收小腹 第三个是永远不要忘记打招呼和礼貌 第四个是对身旁的人怀抱体贴的心情 第五个是适当打理外表 拥有清洁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曾经都是青春无敌的美少女 奈何造化弄人青春一去不复返 当我们作者感叹岁月不饶人的同时 请不要忘记起身仰望 感谢商昌看顾我们能衣食无缺的度过每一天 日本人对欧巴桑的称呼不是贬低女人 而是对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尊称 不管你是青春无敌美少女 还是优雅的欧巴桑 女人终其一生从内到外 是需要保养和适当打扮的 我们的身体随时保持清爽 态度谦虚 有礼 举手投足间才能散发出优雅的气质 我们不要纠结过去的失败 要时时以新的心情迎接新的挑战 对身旁的人常怀体贴的心 让周围的人感到舒服自在 无论我们到了几岁 都是位优雅又动灵的欧巴桑哦 我是你们的Angel陆彦琪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这种情况是否建议